在江西贷州全南县的雅溪古村,当地客家村民将贷南客家雷茶与传统月饼相结合,制作出别具特色的雷茶月饼,用特色美食保留了传统飞夷记忆。 一大早,贷州全南县雅溪古村村民就来到山里采摘最新鲜的茶叶,随后将现彩的茶叶洗尽量干,用来制作雷茶月饼的面皮和馅料。 村民们在面粉中加入特制的绿色雷茶汁,经过揉合后,面皮呈现出脆绿色,用来做月饼的饼皮。 再用准备好的新鲜茶叶、芝麻、山茶油等七种原料,按一定比例放入雷波中雷制月饼馅馅料。馅料雷好后包入绿色的面皮中,经过模具压制,一块块形似翡翠的雷茶月饼就做好了。 最后将做好的月饼放入烤箱中烤制20分钟,新鲜的雷茶月饼就出炉了。 这是病毒五百元的雷茶 freeze。 谢谢观看